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大夏天是最不喜欢爬塔条的 尤其是中午 早上的时候爬塔条还好一点 不是很热 然后中午你下来之后再往上面爬 顶着烈日啊 虽然说塔条上面有空调 但是你从楼面到塔条上面这一节的时候 爬塔条非常吃力 现在满头大汗 但是呢 不管天气如何恶劣 这是咱们的工作 咱们得挣钱 是吧 老板既然给你开了工资 咱就得上 上面的空调呢 是没有关的 早上下班的时候 把那个门和窗都给关好的 所以说爬上塔条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吹空调了 就是爬的时候特别难受 气喘不上来 而且太热了 标节上面呢都是有这个休息平台的 爬累了可以在上面休息一下 再继续爬 但是像这种高度的塔条 都可以一口气爬到顶了 徐宫的塔条呢就这点设计的非常好 从那个标节与那个回转 这里连接的地方 有一个梯子 然后这一圈呢又有这三个把手 上来的时候呢可以抓住这个地方 借一下力 像有些塔条呢 它就没设计的这么仔细 怕塔条呢到了这个回转那里呢 就非常危险 一进来立马就凉快了 看完这个视频呢 我估计又有很多朋友要喷我了 说你们开塔条这么轻松 还整天抱怨 那我只想告诉你的是 每一种职业任何一份工作都不容易 爬塔条开塔条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你自己没有经历过 就不要随便的去评判一个人的职业 他的工作 就像我 我也没说他们下面的农民工 多么轻松或者怎么样 我也没有说做办公室的人 他就很轻松 对不对 任何一份职业 任何一份工作 他都值得尊重 都不容易 好了 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